因为200块钱,我们离婚了 从我们确认恋爱关系的那天起 他就是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 那会刚谈恋爱,也没想着结婚以后的事情 我们就这样在一起经历了很美好的三年时光 三年后他向我求婚了 起初我觉得我们都还小,不想答应他 可是看着他那么期待的眼神,说得那么认真,我答应了 后来他带我去他家,见了他的父母 他的家果然和我想象中的一样穷 就一个房子,啥都没有 就算结婚的话,我们可能还得出去租房子住 因为那个地方实在太偏僻了 即便如此,我还是决定会跟他在一起 第二天,我也带他去见了我的父母 我父母知道他家庭情况的时候是死活不同意 刚吃完午饭,就把他送了出去 并且让我和他永远不要再联系 可是我不甘心,我每天都在闹 还用绝食的手段威胁我父母 后来我父母没办法就同意了 跟我说过得不好,随时回来,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 不久我们结婚了,我父母一分钱彩礼也没要 还给了我五万块钱作为陪嫁 当结婚那天,我看着父母那种不舍又无奈的眼神 我真的心如刀割,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父母 他们寒心如苦把我养这么大 还嫁给一个这么不让他们满意的男朋友 从这一刻我要和我老公好好过日子 用我们最大的能力来报答我的父母 可是这一切的美好,就被婚后生活给打破了 常言道,贫穷夫妻百事哀 这句话用在我们身上,真的没有错 因为他也没有学历,没有文化 找不到一份好的工作 每个月的工资也就那一点 紧接着我就怀孕了,在家养胎 每个月他的工资除了交房租和日常生活 根本就不够我给孩子买营养品 每次都要用我的嫁妆钱 久而久之我父母给我的钱也所剩无几 紧接着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生孩子的时候还是破妇产,花了很多钱 孩子出生后,我们两个人身无分文 连买奶粉的钱都成问题 每天都是为了钱烦恼 这也让我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 基本三天一小草 上个月我们离婚了 结束了我们这互相折磨的婚姻生活 原因是可笑的两百块钱 那天我带着孩子去游乐场玩 我看孩子非常喜欢小汽车 我就狠心地把那个买回来 老公回来后,我跟我老公说 我给儿子买了一个小汽车 我以为老公会很高兴 没想到他直接和我争吵了起来 他觉得我们日子很难 不应该再乱花钱 可我觉得孩子那么小 给他买一个玩具很正常啊 没想到老公直接把那个小汽车给摔坏了 我脾气直接上来了 昔日的矛盾被无限的放大 差点扭打起来 过后直接跟他说了句离婚吧 我老公竟然没有挽留 说了一句离就离 第二天我们就到民政局 办理了离婚手续 带了孩子回了我爸爸妈妈家